她是台湾难得的气质女星,也是彭于燕的女神 是一个非常自律,又酷又漂亮的女生 健身界的人都知道,娱乐圈里的健身女神没几个 真正自律又练得好的,更是少之又少 但是张君宁,却是这少之又少中的稀缺 不仅美丽自律身材好,还是健身男神彭于燕的女神 作为娱乐圈里的学霸,她在台湾的国立中央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修的是难念的法律专业,作为温婉的女演员 她在节目里生疾无功,攀岩,摔跤,却依旧笑得漂亮 明明有着华丽的外表,却偏偏靠演技征服了千万粉丝 这样的人也太优秀了吧 起初认识到张君宁,是在《无媚娘传奇》中 这才是真正的女孩子吧 优雅,平淡,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 虽然演的是反派,却完全让人生不起恨意 后来看她的剧多了,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被美貌掩盖的实力派 不管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不管是反派还是正派 她都能完美地驾驭角色,一袭白衣,夫若宁芝,简直是仙女本仙 有人评价张君宁说她活成了女孩梦想的样子 美好到让人极度不起来 确实如此,除了超高的颜值,她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演技了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我就是演员》中 她凭实力演技获得了张子怡,吴秀波和无数观众的喜爱 还记得她在《半生缘》中的表现吗 扮演的顾曼珍被姐夫侵犯后 她将绝望,无助揉进了眼神里 最后得知这一切都是姐姐设计的 愤怒中,她给了姐姐一巴掌 当姐姐回过身想打回去时 她瞪着眼睛,眼盘泪花你有什么资格打我 一瞬间看哭了导师,这不就是那个刚强的顾曼珍吗 挣扎过后,她减去了长发,双手颤抖,情绪失控 表演结束,三位导师都给了她极高的评价 就连一向挑剔的张子怡也夸赞她 非常投入,非常动情,非常非常好了 在之后的几期节目中,她也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演过优雅的梅兰芳夫人,一席旗袍曼妙又灵动 演过重情重义的女侠,干净俐落,峡谷柔情 最后成功进入节目九强 不仅如此,她在综艺中的表现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2015年,她参与了综艺,跟着贝尔去冒险 贝尔和许人也,大家应该都知道,可她却丝毫没在怕的 节目中的张君宁一扫温婉形象,反倒多了一些阴气,攀岩,走在第一位 吃虫子,闭着眼睛也要咽下去 吃完了还强颜欢笑给自己加油鼓劲 不小心摔了一跤,满嘴是血,也在乐观的笑 这样的她,让我们心疼,却又以她为傲 节目最后,贝尔总结道 我想如果现在一定要我从男生女生中,选出一个人 我可能会选君君的 她很强大,很坚定,总是保持笑容 不管有多又艰难,始终咬牙坚持,总是有勇有谋 她真的很棒 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言谈中,就能看出她的性格 但张君宁是个例外 因为在她温婉的形象背后,隐藏的是强大,还有勇敢 她告诉我们,人生从来没有定数,只要你敢于挑战 回看她的经历,还真是这样 在澳洲高空跳伞 和好朋友陈一涵罗勇,还去跳海 去贫困地区帮扶儿童 自黑起来也是丝毫不客气 给自己画上黑马子,把自己做成表情包 这样的她让彭于燕大呼女神 而今年,她已经36岁了,早已没了刚出道时的青色 更多的是优雅 更难得的是,她的身体状态完全不像这个年龄层次的 满脸的胶原蛋白 超级自律的她被封为娱乐圈里的健身女神 跑了十年的步,做了十多年的瑜伽 才有了现在的氧气少女 每到一个新地方,她会用跑步丈量土地 不管是朝阳,还是晚霞 多次参加马拉松比赛 满脸汗水的她,看起来更漂亮呢 彭于燕问她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 她说,就靠跑步维持啊 她说,人生是属于自己的马拉松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节奏 而跑步,也只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这样聪明,勇敢,又自律的女孩子 又有谁不喜欢呢 原文出处,紧密的童话城堡